环球动起来 今天要带你聚焦 里约奥运会过去四天下来 一些焦点事件 我认为那些最受瞩目的 不是摘下金牌的选手 而是一些引起话题的选手 那就譬如来自法国的男子体操选手 他在跳马项目跳断腿的那一幕 让全球的体育迷可以说都吓出雷声了 那究竟是有多么的触目惊心呢 我们马上来看这一段 可能会引起一些人不安的画面 这名叫做赛德的法国选手 就是这样落地一瞬间折断了腿 腿部还呈90度的弯曲 看起来非常的可怕 那医生随后就证实 赛德的左腿筋骨两处骨折 就算痊愈也有可能 不能再当体操选手了 第二个让人关注的事件呢 就是西班牙游泳健将纳维亚 他因为抢先跳 起跳入水 以为自己被判出局了 就含着泪水 准备要离开赛场 但是主办方呢 后来就宣布纳维亚呢 还能够继续参赛 西班牙人虽然最后只能以第八名完赛 但是至少呢 他还是开心地完成了比赛 不过呢 最让大家关注的奥运事件 应该呢 就是中国游泳王子孙杨 他在男子400米自由泳项目中 以微差输给了澳洲选手霍顿 就错失了他未免金牌的这个良机 而霍顿在赛前和赛后 都以吃尽药的人 这样的一个称呼来称呼孙娘 这就让中国人气愤难平了 有中国网民呢 甚至群起围攻这名新科奥运冠军 我们来看看 准备向游泳列强发起冲击的中国游泳团队 在小鲜肉宁泽涛和游泳王子孙杨的带领下 浩浩荡荡地出发到巴西 率先登场的孙杨 原以为可以在泳池 为中国抢下首面金牌的功劳 怎知道却在400米自由泳项目里 以微差输给了澳洲选手霍顿 丢掉金牌的孙杨 已经在后台痛哭了整整一分钟 上台领奖的那一刻 还遭对手冷落 霍顿接受访问时 不断地称呼 孙杨是吃兴奋剂的骗子 虽然霍顿随后澄清 这只是他挑衅孙杨的心理战术 但是很显然的 和孙杨情同父子的教练张亚东 并不吃这一套 我觉得可以玩心理战 但不是拿这些东西来做 我觉得这就是有点卑鄙的 中国人说起来有点下流 但是我想孙杨通过这个 他更成熟了 他会去正确地面对这些东西 虽然张亚东看似神色轻松 但是他措辞强烈 又是卑鄙又是下流 可见他对霍顿是多么的不满 中国网民更是起哄到霍顿的个人社交网站上 逼迫他向孙杨道歉 但是在竞技场上 打败对手才是王道 其余的都是浮云 孙杨和霍顿还会在 1500米自由泳项目里交手 届时肯定会是一场 万众瞩目的焦点战